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联系删除 一个美丽痴情的女王 一条喝了水就能生孩子的子母河 这就是西游记中 引起无数人遐想的女儿国 女儿国究竟是作者虚构的 还是历史上真的有着这样的一个国度呢 史书给出了我们答案 根据史书记载 女儿国没有确切的记录 但是有一个国家 却是和女儿国一模一样 就是史书记载的东女国 而且直到现在 依旧拥有一些村落 保留着女儿国的古老习俗 从旧唐书中 我们找到了其记载的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甘孜州一带 就是东女国的中心 女儿国影视剧照 东女国是否就是传说中的女儿国呢 旧唐书中的南蛮西南传记载 东女国西乡之别称 以西海中富有女国 故称东女颜 扶以女为王 东与茂州 党项街 东南与亚洲街 戒根罗女盲街白狼蚁 其境东西九日行 南北二十二日行 有大小八十余城 根据史书上所说 东女国南北长二十二天行城 东西长九天行城 按照过去一天 起码四十公里 获得步行二十公里的速度 那么东女国南北覆盖最低四百公里 东西最低一百八十公里 从史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东女国建筑都是碉楼 女王住在九层的碉楼上 一般的百姓则在四五层的样子 女王穿的是青布毛颖的绸缎长裙 裙摆脱地 贴上金花 跟女儿国最为相似的就是 东女国也是重妇女 亲男人 国王和官吏都是女人 男人的地位相当底下 跟我国封建设备正好相反 东女国设有女王和妇女王 而且都得有才能的人才能当 在女王去世后就由妇女王担任 在当地的任何一个家庭 不存在夫妻关系 全部都是 以女性为主导 家庭终以母亲最为尊贵 主掌家中的一切事务和财务 四川甘孜这种以女性为主导的过渡 正好跟我国几千年的 妇妻为尊的社会相反 虽然其中没有西游记中的子母和 但是这一切的习俗都跟女儿国类似的 这个东女国是否真的是西游记中的女儿国 史书并没有确定的记载 只是通过史书 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证明女儿国也是东女国的映射 两者到底有没有关联 我们也不得而知 资料来自 就唐书文化习官大建密史记西游记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